字幕提供 天安喔 對 路燈狀況是就對了 你開那個升空車 然後我開小車 又有地方電力設備出問題 我們跟著台電公班啟程搶修 每一趟 電的作業都好 感應不到啦 摸到就完蛋了 就出來了 這次任務在新北山區 有點飄雨 但沒受影響 再往前 可以可以 這個角度可以 童人是要升空搶修的 偏偏老天爺 沒想當隊友的意思 我們現在要吊上去的是什麼 是防護線管 防護線管 對 包括那個高壓線 童人 手跟高壓電線不到30公分距離 其實這不過是個路燈不亮的工程 為什麼不亮呢 松鼠猴子老鼠鳥蛇觸電都是真的嗎 還真的是 每年有兩三千間小停電都因為他們 台電覺得這樣下去不行 陸續拆鳥窩陸續修 設區鳥氣改設備 我們台電對於停電這一部分 應該是我們永遠要精進的部分 去年這一年來我們的事故原因裡面 大概有四成是因為我們台電的設備 不管是線路變壓器或是開關 所造成的一個事故 另外大概還有四成是因為外域力的碰觸 然後另外兩成大概就是天候的因素 天候因素是讓一線人員少了這樣涉嫌搶修 卻也多了三成爬高修術任務 但不論如何 停電他們冒險到場 還要面對多數人不好的口氣 以我的親身的經歷 其實以前我在雲林服務的時候 曾經有一台搶修車出去以後 然後被當地的一個民意代表 把車窗打破 然後把我們的搶修人員拖出來 有時候覺得有點要想要流下眼淚 可是總是要撐住 同仁在現場這麼努力 我們要做他們堅強的後盾 停電事故難免會發生 可是我們還是要在第一線